拜登政府又想要透过国会来禁止我们的枪支了 国会如果不能通过的话 他就要签署行政命令 这是违宪的 简单说就是这是犯法的 有些人说我们应该要把后面这把AR-15拿走 因为这样好像会显得我 Ethan好像完全支持民众拥有枪支一样 不可能 我不会拿走 因为长期看我们的节目的人就知道 我就是支持枪支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能说出 如果政府独裁暴政的话 我们就会拿起我们的枪支来保护我们自己 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海无我们的AR-15 他们为了夺取我们能说出这句话的能力 找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理由 现在算是直接说谎了 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 禁止Assault Weapon 攻击性武器 到底能不能降低枪击案 今天的证据 可是左派自己提出来的证据 是他们自己说的 田纳西的民主党议员 被开除了六天后 又被派回了田纳西的州议会 他的演讲里面 又是什么黑耶稣 又是什么神的 彻底的扭曲了圣经 彻底扭曲了基督教 用爱推翻了所有的律法 他去了一间教会 传道 他们这些左派的基督徒 可没有像我们的华人教会一样 在那边说什么 不要讲政治 不要伤和气 他们就是在使用教会来达到他们的议程 新闻的最后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Budlight这间公司在众多保守派的人 或许不只是保守派的人 只是普通的人的抵制下 在一个星期内损失了70亿美金 这对于保守派来说是个大胜利 但是同时却有很多保守派的人出来反对 为什么 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 探讨一下这个样子的心态有什么问题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样子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不是只是看自己爽的 更是要真的付出行动 付出努力来维护我们的家园 维护我们的价值观 加入我们的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Discord的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 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他们就不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抵抗左派的文化侵蚀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付出 而且要合一的抵抗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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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取天赋人权 把神给人的权力 变成是政府掌控的 是每一个政府的野心 最主要的就是你保护你自己的能力 因为你只要失去了这个能力 他们就可以随时夺取你其他的权力 白宫发言人Green Jean-Pierre 说明现在在白宫正在推行一个崭新的 禁止攻击性武器的政令 Assault Weapon Assault Weapon 是什么 没有人可以解释 但是说穿了 他们就是想要夺取我们后面的这一把 AR-15 当然这是办公室 这把玩具枪 AR-15是全美国最多人拥有的枪支之一 他们现在不只是在说这把枪的杀伤力 有多么恐怖 像说有枪的话 自杀率会提高 有枪的话走火会发生 就算有枪也不一定能保护自己 万一百徒进来把你的枪抢走的话怎么办 这些只有没有用过枪的人才会说的东西 才会相信的东西 现在他们连这都不说了 他们直接不掩饰的完全说谎 我们看到枪的杀伤力 我们看到枪的杀伤力 就会下降 10年后 它变回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能够活动 所以你会继续听到 总统会召唤川普 要行动 很多的人会被这样子的东西骗 不用说可能一辈子没看过枪的亚洲人 甚至美国人自己都会被这样的东西骗 他们说的东西全部都是胡扯 大家如果长期看我们节目的话 就应该可以知道 我们不是一个绝对支持某个政党 绝对支持某个政治人物 绝对支持某个政策的节目 我们其实是会探讨 左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还有检视保守派的政治人物 他们做的东西有没有错误 他们是不是盲目的在干什么 我个人不相信任何的政治体系 所以我两边都会探讨 但是Kareem Jean-Pierre 今天说的东西就是完全胡扯 而且被美国政府长期的研究 有数据、有资料、有系统 经过国会、经过调查、经过FBI 经过CDC、经过DOJ的统计出来之后 说进枪一点用处都没有 进枪只会进好人的枪 坏人本身就不守法 你立再多法都没有用 立法只会让好人失去保护自己的能力 让坏人更猖狂 Department of Justice 司法部2004年的报告上面第八页说 他们没办法把禁止攻击性武器 跟枪击案下降之间产生直接的关联 接下来这篇是来自JAMA 上面写的是特定针对枪支流动、儿童安全 或者是禁止军用的攻击武器 无法跟枪击案以及谋杀案下降有任何的关联 接下来这个报告是来自今年的报告 来自Rand Corporation的结论 基本上跟上面一模一样 白宫基本上就是在胡扯在骗人 他们说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根据 没有任何的研究 他们要的就是double down 一个谎言又再一次的谎言 一次一次的说 欺骗人的法案一次一次的提出来 然后期待人民不会在乎 期待人民会忽略 期待有一天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不只是枪支管理 同婚也是这个样子 变性人也是这个样子 发钱给流浪汉也是这个样子 发手机给流浪汉也是这个样子 加州毒品合法化 加州吸毒所都是这个样子来的 他们没办法提出一个正当的理由 来支持他们的论点 他们只能不断的提出来 希望人民会越变越笨 越变越麻木 最后把自己的天赋人权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家庭的权利 送给他们掌控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信仰 就是宗教 上个星期我们说到田纳西的州议员 被田纳西的州议会除名了 然后星期三的时候 就在我们发布他的新闻的时候 他又被他的选区 指派去了州议会当议员 所以根本就是个闹剧 Justin Parson 他好像是个牧师 还是什么传道人之类的 反正就是一个扭曲圣经的 一个假基督徒吧 这个是他在台上讲到的内容 Mind going ahead and praying with me now Mother God Creator God Loving God Holy God Take this your servant Mind from dust Mind from dust Mind connected with the Roma tears of stardust Mind to speak in this moment Mind to say something Mind that brings forward Mind the word you placed into my heart Mind to my heart I accept my unworthiness Mind for such a task Mind as bold as this Mind I seek your guidance Mind to speak through me Mind to the ancestor Mind to the ancestors Mind to the sermons from Mind to hymns Mind to the moans and groans Mind to the spirituals Mind to the bondage of slavery Speak now through this Mind to the black women locked out Being abused Tormented Raped Eradicated And yet born a new and distant future In this country Into a young colored boy named me I name you now My great grandmother Anna Ruth My great grandmother Yeah 他就是一直持續的一堆廢話 OK 打游師就是藝術的死亡 中國的藝術是什麼時候開始死的 不是 一代天驕 沉積思汗 指示汪宮射大雕 巨王以 屬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 這些東西 全部 這些打游師 全部聽起來 就是一個信仰的 一個敬拜一樣 同時也是 共和法治的死亡的時刻 這位牧師嗎 不知道 就是開頭是 Mother God 牧神 這些人不斷的要求 我們要尊重 他們那些人的這個性別 但是他從不尊重 神對自己的性別代詞的概念 那這個重要嗎 這個人的信仰 為什麼會重要 因為就跟John Adams 約翰亞當斯說的一樣 我們的憲法 只能給一群有道德 而且有信仰的人 任何其他政府 使用我們的憲法 都沒有辦法實施 那他講到宗教的時候 John Adams 講的就是基督教 不是什麼母神 或是在這邊 這個No Ni No Kuru 在拜的什麼祖先之類的 那他這個教會叫做什麼 一個叫做 Unitarian Universalist OK 普救一位神教 就是這個異端吧 OK 這裡面還包含了 他的教義 裡面還包含了 這個佛教 道教 猶太教 伊斯蘭教 印度教 席克教 無神論 不知論 犯神論 還有一堆其他東西 有興趣的話自己去查 這根本就不是個異端了 這就是個異教 OK 就是一貫道的概念 John Adams 約翰亞當斯 指的宗教不是那些東西 約翰亞當斯說的宗教就是基督教 他說的非常清楚 美國就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礎上 基督教的道德價值觀 基督教就是美國的根基 John Jay也這樣說 所有的建國國父都這樣說 那這就到了一個我們很多人想要探討的東西 他怎麼在台上 教會台上講政治啊 OK 我們不要討論政治 基督徒不要講到政治 只要探討神學就好了 OK 當然 各位應該知道我們AI News的觀點 基督徒要參與在政治裡面 政治是一個國家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我們怎麼敬拜 敬拜誰 敬拜什麼 都塑造了我們是誰 如果我們敬拜神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屬神的 美好的良善的社會 如果我們敬拜金錢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物質主義的社會 如果我們敬拜信譽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性斑斂的社會 如果我們敬拜自己的話 就會有一個充滿變態自戀狂的社會 然後在台上 說Mother God 然後這位大哥在台上講的就是 把所有的人都變性有多麼的重要 I have to worry about folks talking about advocating for people to get access to health care who are transgender children We'll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need to end lynching as capital punishment 對 把其他的人變性很重要哦 特別是小孩 兒童變性非常重要哦 我在這裡跟我的母神禱告 還有我的祖先的靈魂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把 又正常又健康的小孩的生殖器 切掉 嚴格他們 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要打一堆 跟他們性別完全相反的荷爾蒙 在他們身體裡面 因為這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告訴我的啊 還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禁止 調刑這個死刑的方式 這個人在政治的舞台上面講他的信仰 然後在教會裡面講他的政策 這個樣子的人在我們的州議會裡面掌權 而且這樣的人會越來越多 加州的Nancy Pelosi Joe Biden Obama 都公開說他們是基督教徒或是天主教徒 然後在台上講政治 這就顯示了 我們的教會很多是很無知 很無能 有多少華人的教會說不要講政治 然後不要在乎政治 只要禱告就好了 但是左派他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們的宗教 強制的放在我們的政府裡面 在那邊說不要討論政治的基督徒 或者是牧師 你們有讀過聖經嗎 聖經裡面哪一個不是在講哪個哪個王 哪個哪個國家哪個哪個人民被政府壓迫 神是怎麼帶領以色列 建造一個符合神的國度的 基督徒不在乎這些的話 不討論這些的話 不把神的律法活出來 而且帶出來在我們的政府裡的話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信仰 就會被那個樣子的東西控制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教會很軟弱 教會很懦弱 帶領教會的人 一天到晚就是 尋求自我感覺良好 每個週末的訊息都一樣 就是什麼職場領導訓練一樣 你是什麼INTJ 你是什麼ENJ 那個就是心理測驗那個東西 你的個性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你要怎樣去活 你的愛情觀怎樣 你的職場 你是開朗的還是什麼的 Shut up 基督徒不在乎律法 基督徒不把律法活出來的話 掌權的話 放到我們政府裡的話 一天到晚只在教會裡面 在那邊敬拜團 在那邊吵架 說什麼 誰的鼓打得不好 為什麼星期天在敬拜的時候 我麥克風的聲音會這麼小 基督徒如果一直在教會裡面 搞church politics 教會政治的話 那麼我們的國家 就會被那個樣子的 宗教信仰控制 然後跟John Adams 約翰亞當斯說的一樣 我們的憲法 對於這個樣子的我們 一點用處都沒有 那節目最後 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是Budlight這個事件 非常非常的成功 Budlight的母公司 損失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開除了很多人 神真的是一個 化咒詛為祝福的一個神 我以為團結保守派來抵制的 應該是什麼兒童洗腦 結果我看到的就是 我們的教會帶著一堆父母 帶著小孩去迪士尼樂園 然後家裡還是繼續裝著 Disney Plus 我以為他們會看到 Netflix上面的兒童變態節目 然後為了抵制這個東西 結果大家反而為了方便 跟娛樂繼續的看Netflix 然後在那邊說 啊不然星期五晚上 我們要幹嘛 對不對 Cobra Kai還在繼續出劇集 Stranger Things 好像還要繼續演 結果都沒有 團結美國保守派的 竟然是一間啤酒公司 非常奇特 這篇是來自National Pulse的報導 美國的啤酒品牌Bud Light 上個星期使得他們的母公司 Anheuser Bosch損失了40億美金 因為一個支持變性人的廣告 請了一位生理男 叫做Dylan Mulvaney 這個還是前幾天的報導了 現在已經到了70億美金了 在3月30億的時候 這間公司的資產額是1320億美金 到了4月10號 已經跌到了1280億美金 這個股票還會持續的下跌 那這件事之後 我們在節目裡面也講了 就是Bud Light 這個事件不是最重要的 也不是最嚴重的 只是最浮出水面的 聚集了非常多的保守派的新聞頻道 來去指責Bud Light這間公司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件 而且我們一定要繼續 最糟糕的就是我們不持續抵制 然後呢 這個就只是一個昙花一現 一下子就消失 回復正常了 OK 大家回家了之後 還是繼續喝Bud Light 這個這麼難喝的啤酒品牌 只要我們不犯下這麼簡單的錯誤的話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勝利 我們只要持續這個簡單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從現在開始 就決定不再喝Bud Light了 你的人生會繼續 你的人生不會崩潰 跟Bud Light一樣便宜 而且又難喝又噁心的啤酒 到處都是什麼Miller Core Corona 就算你是真心的很喜歡 難喝的啤酒 你也可以買到很多類似的 你有非常多的選擇權 那我看到的就是 很多保守派的人會在那邊抱怨 說保守派不應該一直 專注在這個啤酒品牌上面 這是一個干擾 會讓我們不去在意那些 真正重要的事情 最主要的是 很多人認為說 我們不應該一直討論 Dellen Mulvaney這個人 這只會讓他變得更出名 簡單說就是 這是他想要的 簡單說就是 我們越討論他 他就會變得越有名 我們等於是 間接的在製造這個怪獸 這個是很多人的思考模式 我並不反對 也不完全同意 但是我必須說 這是一個很懶散的 一個思考模式 我個人認為 這個理解模式過於簡單 而且不太正確 就跟我前兩個新聞內容一樣 左派他們製造自己的英雄 製造自己的敵人 左派選擇了 Dellen Mulvaney 當他們的代表 他們的變性主義的這個吉祥物 我個人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但是在這個左派的年輕人裡面 大家都認識這個Dellen Mulvaney 我就講台灣的網紅好了 就是左派會用網紅的方式 來創造出他們自己的政治方向的英雄 例如說什麼 堅熬弟 鍾明軒 還有什麼硬漢的話 就是什麼館長之類的 還有 我真的不知道 我其實沒有太在跟台灣的東西 就是左派選擇的紅人 就一定會大紅大紫 不管保守派有沒有討論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發現的話 我來這邊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左派不需要保守派的幫忙 來捧紅他們的人 他們已經掌控了所有的資源跟系統了 Google YouTube 電視台各式各樣的 他們說誰應該被打壓 誰就會被打壓 需要攻擊誰誰就會被攻擊 需要讓誰有名誰就會變得有名 所以你認為 他們會需要AI News嗎 會需要Ethan嗎 我們可以一輩子不提到某個人 或者是不討論某個人 他們如果被左派選擇的話 他們還是會變成大紅大紫 例如說佛州州長的候選人 Stacy Abram 選州長選輸了不止一次 第二次輸的更慘 但是他還是爆紅了 還演電影拍電視劇 好像還在Star Trek裡面當上了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Earth OK 地球聯邦的總統 說真的 保守派或者是右派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 專注在他的身上 除了他的門牙的牙縫以外 他其實並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沒有任何一個保守派 會什麼針對Stacy Abram 個人的攻擊 Stacy Abram這個人 沒有任何的親和力 沒有任何的明星的魅力 就只是一個什麼都不是 然後什麼都沒有的一個人 但是左派選擇了他 就有一天突然說 好了 今天起你就是我們的明星 你就是我們的吉祥物 我們決定黑人的人權的吉祥物 就是你啦 接下來就會有一系列的 他上電視 他上脫口秀 拍電視 拍電影 走紅毯 去頒獎典禮 然後跟一堆明星混在一起 這一切都不需要任何保守派的參與 因為他們掌控了 所有製造人器的系統 所以當Dellen McVaney出現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選擇 我們可以什麼都不說 然後他就可以沒有阻礙的 洗腦我們的社會 或者是我們可以把事實說出來 他們的議程全部都是計劃好的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他在紐約 Broadway 百老會的365天的女孩日記 那個是他變性只有6個月的時候 就開始計劃的 他知道6個月之後 他會變得很成功 可以成功到在紐約搞一個音樂劇 當時根本就沒有任何保守派的人 認識這個變性人 意思就是在他爆紅之前 他就已經有足夠的支持 足夠的經費 足夠的組織 來幫他完成他6個月以後 要發生的事情了 所以當他們在請出一個男人 然後出來說 大家快看 這個是美國今年最大的女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視而不見 或是我們可以出來說 這個是錯的 不要被騙 你們這群假冒偽善的人 我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出來說話 出來指責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不可能讓 Dalen Mulvaney這個人失去人氣 失去支持 當左派已經決定了 他們的吉祥物之後 我們沒辦法阻止他們的議程 好萊塢不是基督徒掌控的 媒體不是保守派掌控的 但是我們可以把這個人 邪惡的議程公佈出來 讓大家對他感到反感 讓大家知道他是噁心的 讓大家知道 他們的目的就是來傷害我們的小孩 摧毀我們的社會 殲滅我們的價值觀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們沒辦法讓他們失去人氣 但是我們可以讓這個人 變得更有爭議心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我們可以把問題指出來 讓所有的人去注意這個問題 而且必須要回應 而且做到這件事的方法 就是把事實說出來 我們要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而且讓更多的人了解 這是一個問題 左派的做法就是 無中生有的製造出問題來 例如說黑人被歧視 亞洲人被歧視 同性戀被歧視 變性人被歧視 女人被歧視 這些本來在資本主義的市場裡面 就完全不存在的東西 他們把他們變成一個問題 而我們指出來說 他們想要透過這些虛假的東西 來信息 然後小孩 破壞文化 摧毀這個世界 而且這次 Dylan Mulvaney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摧毀 女人的重要性 女人的價值 Budlight這間公司 就會因為這件事情 而遭受衝擊 接下來如果有其他公司 也想要跟Budlight一樣 做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會考慮到後果 他們就會更注意 他們或許還是會繼續 OK 跟迪士尼 跟星巴克一樣 就是要支持左派的共產主義議程 但是很多公司 他們會考慮一下 這個後果是不是值得的 那我們的節目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節目上面 好像常常批評教會 覺得現在的教會 軟弱 只傳半吊子 人愛聽的福音 我們收到了很多E-mail 跑過來跟我們說 對 你們說得真好 現在的教會就是這個樣子 我找了好多間教會 我都放棄了 我就跟神禱告 然後神就告訴我說 不用去教會了 因為現在很多教會 都已經完蛋了 真是高興 有很多的人跟我一樣 有這樣的想法 NO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不可停止聚會 當紀念安息日為聖日 這個是神的誡命 我們的目的 不是要創造出來一個 討厭教會 貶低教會的社群 我們的目的是要翻轉教會 讓教會變得更有勇氣 我們要的是 各位去自己的教會 做拿單 做薩姆兒 分享我們的影片 來去給在教會掌權的人 讓他們去改變教會 我們要有勇氣 去做這個樣的事情 翻轉我們的家庭 翻轉我們的靈社 如果我們連我們自己的教會 都翻轉不了 我們還要怎麼期待 去翻轉這個時代 如果我們對於現在在教會內 發生的事情 教會都被左派侵蝕了 然後我們視而不見 然後在那邊看著 AI News在那邊說 對 Ethan說太對了 教會太差勁了 我不去教會是正確的 那你真的會錯意了 就跟Gary Cass說的一樣 Proximities matter 你對你的教會有義務 你對你的靈社有義務 神沒有要放棄教會 跟你說要放棄教會的 絕對不是聖靈 AI News也從來沒有這樣說 我的教會也有很多問題 我看到問題之後 馬上跟主任牧師說 他上次謝謝我 看到這樣的問題 同時也會提醒我 我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要怎麼更和平的方式去解決 簡單說就是 我們要說出實話 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後自我感覺良好 就跟神通過約拿 警告尼尼威城一樣 同時又透過尼尼威城的悔改 來激勵以色列一樣 要翻轉這個時代 最重要的就是教會 教會悔改 教會歸向神 教會有勇氣的起來 在聖經的教導下面 一起合一的翻轉 而我們的義務 就是要把這些問題指出來 幫助教會悔改 改變教會的軟弱文化 絕對不是 不要去討論就好啦 不去教會就好啦 唉 我當了基督徒三四十年了 對教會早就放棄了 OK 耶穌這麼愛教會 耶穌這麼愛我們 耶穌都沒有放棄教會 你怎麼能放棄教會 放棄這個時代 放棄我們的下一代呢 這個問題是值得 我們每一個對教會 有意見的人思考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TORONTO